诗篇第124篇 诗篇第124篇 第125篇 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西安山 永不动摇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从今时直到永远 恶人的仗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 免得义人伸手作恶 耶和华 求你善待那些为善 和心理正直的人 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 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 一同出去受刑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真言第27章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和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石头重 沙土尘 欲望人的恼怒 比这两样更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难 唯有极度 谁能敌得住呢 当面的责备 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 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 却是多余 人吃饱了 厌恶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绝甘甜 人离本处漂流 好像雀鸟离窝游飞 高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地劝教 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邻舍 强如远方的弟兄 我儿 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 那击窍我的人 通达人 见获藏朵 于蒙人前往受害 谁为生人作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作宝 谁就承担 清晨起来 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她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想拦阻她的 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铁磨铁磨出刃来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看守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水中照脸 彼此相扶 人与人 心也相对 阴间和灭亡 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 也是如此 顶为炼银 炉为炼金 人的称赞 也试炼人 你虽用楚 将余望人 与打碎的麦子 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余望 还是离不了他 你要详细知道 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 你的牛群 因为资才 不能拥有 冠冕 岂能存到万代 甘草割去 嫩草发现 山上的菜书 也被收敛 羊羔之毛 是为你做衣服 山羊 是为做田地的价值 并由母山羊奶 够你吃 也够你的家眷吃 且够养你的婢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